來吧 你是辛苦的媽媽嗎 你知道媽媽的辛苦嗎 媽媽們每月的開銷表 到底有沒有精打細算呢 開銷表是什麼 開銷表… 開銷表 為什麼一開始就表演呢 沒事啦 我最近有在開始上一些說話課 OK 今天要做這一集呢 當然就是因為 究竟大家能不能安安心心的 還有一個好年 就要來總算帳囉 今年大家有沒有好好的做帳 跟這個館開銷呢 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據說三位都是精打細算 聽什麼 她怎麼在噴妳 不是 就妳而已嘛 這樣號稱芽芽的金庫是不是 對 我跟妳講 我的理財方是 一氧破九陰的方法 就是我 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投資這我也不投資那 反正想辦法賺很多錢 就對了啦 就是保險型的是不是 對… 安全型的 因為投資都沒好事 所以你就是把錢放在那個 馬桶後面的那種 沒有 我們家後院的樹下面 哪一顆 講清楚 講清楚 對 家裡去家玩 今天呢 如果你沒有好好管帳 或是跟錢過不去的話 今天就要好好來認識這一位了 他是我們大家的好朋友 如果想賺錢的話 就要認識財經專家 燕麗姐 哈囉 大家好 我忍不住想講一下玉琳哥 你這是完全百分之兩百錯誤的方式 好 此話整說 物價每一年至少是呈現3%的上漲 玉琳哥 你現在的一千萬 你不要以為一千萬很大 通膨是一個問題 通膨之後二十年的一千萬只剩五百萬 好 所以你要賺 兩年 你也不管他 到底什麼概念啊你 他就是一直開圓毛巾起來賺 但是真的有些人就是 像比如說我真的是投資什麼失敗什麼 對 就是比如說別人都說 這個房地產怎樣 剛剛我們也在聊的時候 房地產的成長什麼的 但是我們就是沒這個眼光 我們就是屬於苦幹實幹型 對 沒辦法 對啊 所以真的要跟著燕麗姐好好走了 接下來這一位呢 就是他接下來的開銷 應該會非常龐大了 對 所以今天要來考察一下 他還沒生小孩之前 開銷是怎麼樣 但生完小孩之後 可能開銷就要改變了 阿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諾 我算是就是 一塊錢都要記帳的人 以前啦 對啊 所以就是會希望說 能省則省 OK 接下來就是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他們到底有沒有精打細算呢 歡迎精打細算的媽媽團們 首先要問你玉琳哥 你們家的財務是怎麼分工呢 我很特殊 我這個做法也讓我旁邊的朋友 我有捏一把冷汗 就是我所有的錢 一分一毛全部都是給我老婆 那像我旁邊的一些不孝朋友 像 張維中因為他就是警覺性很強 對 疑心病 不行 從小到到我媽媽都教育我 請我不要給女人 到時候錢被他拐光了 就常常教育他這樣 但是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就是把所有的錢 都給我媽媽管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第一 第二呢 那個女人老婆是娶來疼的嘛 對 你不要弄到他幫你照顧小孩 每個月要跟你領說菜錢 零用錢 買包包錢 他又不是乞丐 對 我就沒辦法接受說 好像按月在發薪水這種概念 是不是每個禮拜做一個場合 讓你來講講場面話 我感謝 因為我在別的節目 只能吊我噹噹嘻嘻哈哈 只有這個節目可以讓我 愛家愛妻好形象 充分讓我的形象洗白這樣子 真的 這幾年就以主持為主 那都是賄入戶頭的狀況嘛 反正就是都給他管 所以我們家不需要去投資基金 投資股票 就是說我開很多園 他也很會截流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很好良好的組合 對 阿諾你現在生小孩之前 你是說你一塊錢都會記帳 對 因為我以前就是很喜歡存錢 從以前就是習慣性就是 至少存一半 然後最好是可以存80% 就收入 然後其他就是吃飯 什麼都能省則省這樣子 所以我就變成說 我婚後我反而會覺得 比較寬裕一點 因為我有存錢了 我就不會說這麼擔憂說 我孩子出來了 檢查怎麼辦 要錢 然後月子要錢 然後買東西要錢 就不會這麼擔憂 那你跟你老公的財務是分開的嗎 對 我們兩個分開管理 因為我們兩個都有自己 個人理財的觀念 那如果我們家裡頭 一些基本開銷 他就會付這樣子 可是美國人是有多少錢 花多少錢的個性耶 所以他就還好 他們都預支下輩子了 沒有錯 下輩子也太久了 預支下一個月了啦 就是因為我在婚前 已經先跟他聊過他的理財館 我就發現他就不是那種 就是戶童永遠都是富的那種 然後拿卡養卡的不是 所以就是他的觀念 就跟我比較像 就是他也很喜歡存錢 燕麗姐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在媽媽 新手媽媽在規劃新的 這種家庭開銷 或是現成的媽媽們 在規劃家庭開銷以後 有什麼樣特殊的手法嗎 應該這麼說 就是基本的概念要有 所謂的基本概念就是 因為我們是經營一個家庭 那如果把它比喻成在 經營一家公司的話 就媽媽就要鼓勵自己 我是一個很優秀 很厲害的一個財務長 就是起碼我們要知道 我們這個整個家庭的 總收入是多少 然後總支出是多少 那收入跟支出之間 你大概有多少的錢可以運用 然後多少的錢 你還要去做一個分配 這就是編預算的一個概念 有了編預算的概念之後 你還要很清楚 就是所謂的一個抓漏洞的能力 也就是 可能我在吃大餐上面 花太多錢 那我下個月或下下個月 就要有一些調整 這個就叫做抓漏洞的能力 我們來看一下阿諾的這個記帳 你的開銷表好了 每個月的開銷表 你的娛樂費三千 三千花在哪 就是如果說朋友要出去吃飯 或者是要包什麼紅包 還是送什麼禮物的話 那你真的沒什麼朋友 我就是 對 這就是我 我跟你講 也就是說你的紅白鐵的花費 才三千而已 對 就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平均下來 因為我其實就有個觀念 是我就是拜託所有人 就是不要送我禮物 因為我就不會送你禮物 那我就不會收到 我用不到的東西 然後我還要花錢去買一個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 然後不知道應該要買多少錢 那好朋友的結婚紅包 你大概都包多少 我沒有什麼好朋友 真的 真的 所以說他要結婚了 我跟你斷交 我實在是真的沒有什麼好朋友 然後像我 你知道嗎 我以前不是比較沒錢的時候 我人不到 然後我就是包兩千過去 人不到兩千 OK 對 就是我就是人不到 因為我知道我人到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包 所以我就是幾乎我人都不到 真的 要截留 對第一大要素 朋友要減少 我光是十一月 十月十一月 這兩個月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個月分的朋友特別多 然後呢 我光禮物的錢 就已經是你的十倍了 真的很可怕 每一天怎麼每一天 後來我都躲電話 你知道嗎 就裝沒看到 因為我們跟民意代表很像 就是我可能對你不是很熟悉 可是那個人覺得跟我們很熟 所以他也會寄這個 紅帖給我們 你不能不包 你不包出去會被被被被被弄 對啊 傳出去很難聽 就還是要包一下 餐費一萬五千塊 我那時候就是一直在想說 餐費要怎麼算 因為我老公也不藏在家裡頭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兩個是遠距離 所以大概平均下來 就是如果有他或沒有他 我們大概平均下來 可能是兩個人這樣一萬五 這樣子左右 你算滿省的事 算很少吧 兩個一萬五算很少 算很省的事 算少了 小花費目前是零 然後他現在總總共加用是三萬塊 所以如果剛剛像晏莉姐講的話 比如說他一個月是賺十萬塊的話 他就要先扣掉五萬四千塊了 對不對 剩下四萬六千塊 他是可以是怎麼分配他的東西 對不對 就要按照他每個 食衣住行育樂的一個細項 去做一個分配 可是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 就是可能比如說像藝人的部分 我很贊成玉琳哥剛剛說的 因為就是我們今天出來工作 我們要結交善緣 所以有時候紅白田多多少少 還是要包一點 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可以編預算 因為像我自己的做法是 很多同事都會 不僅是紅白田 禮物 生日 你一定要送禮物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都會利用出國的時候 去買一堆禮物 去Outlet的時候 去Outlet的時候一買 可能一個包包 在台灣是賣一 兩萬 可是Outlet可能只賣兩 三千 他就會覺得 真的 他就會覺得 你對他好好 彥琳姐對我好好喔 送禮牌包 然後回禮的時候 又回得特別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沒虧到 彥琳姐那個 沒問題 差我一個月 12月14號 剛好都集中12月那 我所以 你什麼時候要跟妳12月14號 我一直都是12月14號 什麼時候改的 我誕生在馬潮溫泉 馬潮溫泉 好 OK 那接下來這個是 Fifi的開銷表 Fifi 先生給了安家費 是一萬五千塊 加費 就是說他希望你的交通費 是五千五 製裝費五千 軟湯的學費是四千五百塊 總共加起來是一萬五千塊 但是你的 你的雜費 停車費加油 吃飯三萬五 吃飯三萬五是 我們整個家庭一個月 一家人 我想說你一個人吃掉三萬五 吃什麼 每天吃大餐 太可怕了吧 那娛樂費也是包括什麼 紅白鐵這些嗎 娛樂費就是 譬如說我老公很喜歡 打打麻將 這就是他的娛樂費 那個算娛樂費 對 會算娛樂費 博弈費 或者是出去看電影 就是娛樂費這樣 然後保險三萬 他總共加起來 每個月的總花費是 十二萬四千 這麼多 等一下我們怎麼看 就這樣子 真的啊 你老公差給一萬五 那哪夠啊 對 那剩下的都是你自己出 你已經超支十幾萬了 對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們家滿有錢的 原來是這樣 你老公每個月只給你一萬五 你哪付得出這些東西 應該是說 一萬五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跟孩子的部分 那其他那些多的那些 有的沒的 他自己要支付 那一萬五現在對你來說 是夠了嗎 你覺得一萬五夠嗎 沒有啊 其實一萬五就是抓一個大概 因為我們家門口 會擺一個這個 會擺一個這個 發財 聚寶盆 對 聚寶盆 對 他買那個三隻腳的 你買到四隻腳了 就是被騙了 門口鞋對腳 站在門口鞋對腳 不是放在鄰居家了嗎 不是 門口打開門 看到那個鞋對腳 不是家裡財庫嗎 一般是這樣 那個財庫不能放冰箱 因為錢會被激凍 不能放燥把會掃出去 我覺得你要不要 跟詹維忠 對 我們家門口 會放一個這個盒子 怎麼打不開 感覺裡面很多錢 就是會 他隨手 只有零錢 對啦 剛剛已經被笑一輪 就是他 有的時候裡面會放一些幾千塊 就是我 就是出門的時候 打開盒子看一下 有錢就拿走 這樣子 就是我的安家費 就是我進 可能這幾天需要的錢 假設裡面沒有鈔票了 我就會開始挖一點零錢 是 那個數量要有一點 挖得要有點驚人 我老公他 怎麼零錢少那麼多 他就會再補 知道我身上沒錢 他就會補錢進來 那妳覺得婚前婚後花費 開銷差最大在哪裡 我覺得應該是說 像 我懷孕之後 就沒有辦法上班了 就在家 以前就是自己有薪水的時候 想怎樣花又怎樣花 我今天看到一個什麼口紅 外霜吸牌的口紅 一條一千五 好漂亮 好美 買下來 只要不要超過一萬以上 我都覺得 在我能力可以 負荷得了的範圍內 就直接刷卡 或是分期 後來我就變成一個卡奴 就是一直分期… 然後到最後就發現自己 大概積欠了大概 快要十萬的卡費 然後都沒有還完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恐怖 所以後來婚後 我就把卡減了 我就只用現金卡 就是裡面有多少錢 刷多少錢的那個卡 然後大概抓在戶頭內 不要少於… 刷完之後不要少於 剩五千或三千 這樣我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現在都用現金卡而已 對 那妳老公的花費呢 妳家裡是妳管帳嗎 不是耶 是妳老公嗎 就是她自己的 就放在她那裡這樣子 那她刷什麼妳會去看嗎 我其實不會特別看 但是家裡都會出現一些 莫名其妙的包裹 像今天早上我就說 收到一個包裹 我就… 我就LINE給她 我說妳有一個包裹 她說她就回我問號 我說妳買東西了嗎 她說我不記得了 買太多東西了嗎 對不對 很可怕 買太多 那個包裹上面 如果沒有一些品項品 一般就是壯陽藥 是… 可是我們家沒有希望 都要這個東西耶 壯陽藥的廠商很貼心 為什麼玉琳哥會知道 她不會在上面可以寫杜容 很了解 玉琳哥妳放心 妳的壯陽藥 我們不會寫壯陽藥 沒有 她上面會寫 這最好海關不會查 對 但她就是會買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像是上次打開之後 是一些 一些是多少 好幾條 妳知道飛鼠褲是什麼 就是那個當 當特別浪的那種褲 我就問她說 妳買這個褲子要 幹嘛 然後她說 沒有啊 很時尚 很流行 我穿起來 嚇趴 嚇趴 結果穿 她根本穿不上去 她說 那不然 這個材質還不錯 不然這個褲子給妳穿 所以妳老公也是會網購 會啊 衝動夠運行 妳會限制妳老公用卡嗎 我不會啊 因為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兩個財務是分開 而且 但是因為我的習慣就是 我就算買東西 我是花我自己的錢 我都來問她一下 就說老闆 不是老闆 老闆 原來就沒有這樣出去 小蜜蜜被發現了 我都叫她大人啊 沒有啦 而且她如果妳在過什麼生活 妳自己賺了錢 妳要用錢還要先問她 不是 因為我會 你知道嗎 就是希望說 她如果有要買東西的話 也可以問我一下 那她會嗎 就算她有時候會 就是說 老婆 我們家是不是比如說牙刷 沒有了 我說對 她說那我來買 可是她有時候一下子 可能會買個25支 然後我想說 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 她說老公家裡光湖倒是美 她說對 那我買個包 為我買一支顏色全包 專家請說是很閒要招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對 我就喜歡這樣 然後那些管理員 都會發現說 妳這件衣服很多年了 這樣子 對 然後 請問網路上亂買 其實長年下來 就是一大筆花費 妳就把所有這些商家的APP 全部都把它取消掉 怎麼可能 所以要自製啊 我們怎麼可能 我們從來都不會覺得 自己太誇張 我們都會覺得 好可怕 可以啊